第六册 神秘矿山之旅 第一章 捡来的藏宝图 史蒂夫正忙着修建农场里的灌溉工程 突然 他看到远处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史蒂夫 那个身影是露西 他一边喊一边狭跑着穿过麦田 身后跟着朋友亨利和麦克斯 我都不知道你们来村子里了 史蒂夫见到老朋友很高兴 我们不会待很久 亨利告诉他 我们是来接你去寻宝的 不错啊 可是我只想待在农场里 我正在建一个新的灌溉工程 庄稼都长得不太好 需要多浇点水 史蒂夫站在一块萝卜地旁边 里面的萝卜都快要干死了 那不着急 露西坚持道 我听说有一座魔法山 里面有好多好多钻石 你也一起去吧 真的吗? 史蒂夫问 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去看看呀 亨利说 你们都不知道那地方是真是假 我可不想丢下我的农场 跟着你们穿过大半个主世界 史蒂夫有点生气了 但我们需要你 露西恳求道 你那么聪明 又是个训练有素的战士 你们有麦克斯 他也是战士 史蒂夫转身 继继续倒腾他的冠曲 麦克斯走上前 拦住史蒂夫 向他展开一张藏宝图 你看 这张冒险藏宝图上有那座山 藏宝图上说 那座山在丛林前面 在海洋群系边上 我们以前穿越过无数个这样的群系 已经熟能生巧 这次我们一定得去 你们是怎么拿到这张藏宝图的? 史蒂夫问道 我们在寻宝时 偶然碰到一群探索者 就和他们一起挖矿 他们当中有个人说起那座山 很明显 他们已经去过那里了 那里有数不清的钻石 太震撼了 路西兴奋不已 一口气把话说完了 所以这张藏宝图是他们给你们的? 史蒂夫很好奇 自从上次被破坏者攻击之后 他除了朋友之外 不再相信任何人 万一他的朋友们被骗了呢? 万一这是破坏者给他们的假藏宝图 目的是把他们引入陷阱呢? 啊 其实不是他们给的 麦克斯嘟嘟囔囔的说 你们偷来的? 史蒂夫简直不敢相信 这些人可是他的好朋友 他不相信他们会做出偷窃这种事情来 不如说是我们借来的 亨利笑了笑 你们偷来的? 史蒂夫提高了嗓门 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没你想的那么差劲 路西解释道 他们被苦力怕消灭的时候弄掉了藏宝图 我们逃脱了 顺便捡起了藏宝图 但这不是我们的东西 史蒂夫说 路西狡辩道 我确实是想找到他们 把藏宝图还给他们的 是的 等我们找到钻石之后 就还给他们 亨利一边说 一边越过麦克斯的肩膀 看着藏宝图 而且他们已经去那座山挖过宝藏了 他们留着藏宝图 是希望下次挖石还能找回去 路西告诉史蒂夫 史蒂夫不知该不该接受朋友们的邀请 他想建造这个怪干工程 也想和朋友们去冒险 但他最大的顾虑是 他不相信这份藏宝图 你确定他们不是故意掉的 可能他们就是想要你们拿着宝藏图 等我们一到那座山就算计我们 可能那群人是破坏者呢 史蒂夫猜测道 要想弄清楚 只有一个办法 麦克斯说 如果这是个陷阱 我们就干掉那些可恶的破坏者 拯救那些和我们有一样遭遇的人 路西和史蒂夫讲道理 他知道史蒂夫喜欢解救那些被破坏者伤害的无辜平民 太阳就要落山了 史蒂夫看看他的朋友们 提醒道 我们快进屋去 敌对生物们要出动了 就在这时 邻居凯拉家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尖叫 不好 好像是凯拉被袭击了 我们得去帮他 史蒂夫朝朋友们大喊 他们朝凯拉的家跑去 他们靠近屋子的时候 透过窗户看到凯拉正拿着钻石剑和四个僵尸战斗 同时还有许多两眼发直的僵尸冲向他 救命 凯拉尖叫着 一边用剑砍倒了两个僵尸 麦克斯朝一个僵尸放出一箭 其他人则把出箭 朝其他僵尸进攻 很好 咱们把他们都消灭了 快进我家吧 不然还会有更多僵尸的 凯拉喊道 史蒂夫环顾四周 没再发现僵尸 大家跑进凯拉的家里 为了抵御敌对生物的袭击 史蒂夫点起一只火把放到门外 还挂了一只在屋里的墙上 史蒂夫 凯拉笑着说 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 你过奖了 史蒂夫脸红了 路西 麦克斯 亨利 我都不知道你们到村里来了 凯拉说 我们不打算待很久 我们要去找魔法山 那里有用不完的钻石 路西告诉他 那座有宝藏的矿山 凯拉惊叫道 我听说过 但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我还以为是传说 好吧 我们还有藏宝图呢 麦克斯把藏宝图展示给凯拉看 哇 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 凯拉问 当然了 我们正打算来问你呢 路西告诉他 史蒂夫 你去吗 凯拉目不转睛地盯着藏宝图问道 我之前没这个打算 不过现在 我应该会去 可是凯拉 我不相信这张藏宝图 总觉得这是有人给我们下的套 所以我得跟你们一起 免得你们出什么差子 史蒂夫说 史蒂夫啊 你总是担心这个 担心那的 你就不能为咱们的冒险 激动一下吗 凯拉问 经历了那么多破坏者的战斗 史蒂夫回答 我只想小心些 我明白 但万一不是陷阱呢 那可是座传说中的藏宝矿山啊 我听说那里有好多钻石 矿山都发着蓝光呢 凯拉简直不敢相信 他往往这座神秘矿山的藏宝图就在他朋友们的手上 咱们出发前应该先好好睡一觉 史蒂夫提议道 太棒了 麦克斯一边说一边爬上凯拉家的床 钻进红色的羊毛毯里 舒舒服服的犬成一团 卡碰 听起来像是从我家传来的 史蒂夫叫苦不脸 史蒂夫叫苦不脸 他跳下床 我们今晚恐怕没法睡觉了 第二章 准备出发 史蒂夫一行人在黑暗中小跑艰行 突然 一只剑射中了凯拉 哎呀 凯拉尖叫道 快看 是骷髅 麦克斯指着术后两具惨白的骨架 我也被射中了 露西惊叫起来 太黑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 他们在哪 他掏出弓和剑 麦克斯朝着那些骷髅射出一剑 你看不见了吗 在那棵树后面 骷髅们被射中 亨利挥着钻石剑 朝那些白骨森林的怪物冲去 史蒂夫紧随其后 他们拼尽全力 与那些骷髅奋斗 咔咔咔 骷髅们都被消灭了 留下的骨头发出咔咔的脆响 快去我家 史蒂夫指挥道 我得看看是什么东西被毁了 麦克斯朝房子跑去 突然 他掉进了一个洞 啊 天哪 他大叫 快帮我一把 史蒂夫家附近有个梯子 他把梯子递给麦克斯 麦克斯缓缓地顺着梯子 小心翼翼地从黑暗中爬出来 我估计这附近发生了爆炸 亨利盯着洞说道 看样子是骷髅杀了苦力帕 露西捡起一张CD说道 谢田谢地 这一切都是在农场外面发生的 我的农场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史蒂夫长嘘了一口气 他的农场都还完好无损 骷髅杀死苦力帕的时候 并不会发生爆炸 麦克斯说道 这个洞像是炸药炸出来的 这绝对是破坏者干的好事 而且骷髅只攻击人类 这里一定还有其他人来过 托马斯低头看到地上有一团羊毛 你们说是不是托马斯重操就业了 不知道 卡拉说 但我们最好小心托马斯和其他破坏者 小心 亨利尖叫道 一只绿色的苦力帕正往小麦蒂的方向靠近 麦克斯拉起弓 瞄准了那只苦力帕 正要射箭时 喉喉和莫莉出现了 两只小豹猫喵喵大叫着 赶走了苦力帕 喉喉和莫莉立了大功 史蒂夫一边说一边走向他的两只宠物猫 我已经瞄准那只苦力帕了 我可以消灭它 麦克斯说 我们今天经历的爆炸已经够多了 史蒂夫说 太阳正在升起 好吧 现在没工夫睡觉了 麦克斯有点烦躁 打位矿山之行做准备了 我去打点野味做早餐 露西说 随即拿着弓箭出发了 史蒂夫回到家 打开客厅角落里那个巨大的箱子 路上需要不少东西 我研究了藏宝图 这一路可不会轻松 史蒂夫在箱子里找出 他最厉害的钻石盔甲 钻石键和弓箭 把它们都放在背包里 你们有药水吗 亨利问 我的不太够了 我觉得咱们得随身背点 迟早用得到 史蒂夫表示赞同 他把隐形药水 水费药水 防火药水等都装进包里 哇 等我回来之后 我就要囊中空空了 我们会帮你补充装备的 凯拉安慰他 等到了矿山 挖到的钻石多到用不完 我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露西走进客厅招呼大家 我烤了只鸡 大家快到外面来吃早餐 出发前 咱们在确保生命值和保时度是满满的 一行人来到外面的草地上大吃起来 早餐有鸡肉和苹果 你们觉得去矿山要多久 凯拉一边问一边咬着一口肥美的鸡肉 麦克斯盯着藏宝图计算距离 我估计要两天 但不知道路上会有什么状况拖慢我们的行程 亨利看着藏宝图说 我们要不要先去丛林神殿挖点宝 行啊 麦克斯看着藏宝图回答道 我们天黑之前就能到哪 一行人为这场旅途兴奋不已 他们刚吃完鸡肉 就有一只兔子跳到他们身边 麦克斯掏出了弓和剑 没必要杀他 露西说 我们才吃饱鸡肉 现在还吃不下炖兔肉 我觉得这只兔子有问题 麦克斯一边说 一边审视着这只毛绒的小兔子 小兔子很温和的 凯拉拿起一根胡萝卜 靠近那只兔子 站住 麦克斯喝住他 快看他恶毒的眼神 那只兔子眼神凶狠 露出大牙 扑向凯拉 凯拉 史蒂夫拿出了弓和剑 小心 凯拉拔出钻石剑朝兔子挥去 他后退一步 又再次朝凯拉冲去 准备袭击他 麦克斯和史蒂夫 朝那只杀气腾腾的兔子放箭 可露西却拿着一块命名牌 冲他冲去 你在干什么 凯拉打叫 你疯了吗 麦克斯被露西惊呆了 露西抓过那只凶狠的兔子 把上面写着烤面包的命名牌 贴在兔子的脖子上 那只兔子瞬间变得温睡极了 白色的毛变成了黑白相间的 麦克斯 你怎么能说我疯了呢 太没礼貌了 露西开始喂兔子胡萝卜 他乖极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麦克斯放下攻和剑 站在兔子边上 他有点懵 如果把兔子的名字改成烤面包 他就会变温顺 露西说道 仿佛给一只狂躁的兔子 贴命名牌是天下最简单的事情 哇哦 真神奇 史利夫说 异形人一边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兔子 一边收拾旅途所需的装备 他们穿过城镇 因为出发之前 他们要去先办访一个朋友 铁匠埃洛特 埃洛特很高兴见到老朋友们 看着大家从店门口走进来 他乐呵呵地问道 朋友们 最近怎么样 想换点东西吗 史利夫从背包里拿出几把小麦 我想拿这些小麦换点绿宝石 他们是来帮你建造农场乖干工程的吗 不是 我们要去矿山 要多带点装备 所以需要绿宝石 路途很遥远呢 史利夫告诉阿洛特 哇哦 矿山 我都不知道那个地方真的存在 阿洛特说 他接过史利夫的小麦 递给他一把绿宝石 是啊 所以我们要亲自去看看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史利夫大声说着 把绿宝石放进背包里 我听着都兴奋 等你们回来之后 可待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阿洛特向一行人挥手告别 行了史利夫 咱们走吧 亨利说 等等 史利夫说着 朝图书馆走去 我得去图书馆的园 艾弗利那儿拿几本书 书 麦克斯大吃一惊 为什么 我想把这些绿宝石卖了 换几本关于矿山的书 我觉得会派上用场 不愧是史利夫 考虑总是很周全 路西笑了笑 见到史利夫走进图书馆 艾弗利跟他打招呼 史利夫 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要去矿山 史利夫回答 你有关于矿山的书吗 当然有 艾弗利领着史利夫来到一排书架前 上面拿着一款皮革封面的书 就在这儿 史利夫拿起三本书说 我想拿绿宝石换这些书 没问题 史利夫 但你的保证 一回来就来找我 我只在书里读到过矿山的事 真想亲耳听听 去过那儿的人 讲讲那里的事 艾弗利一边说 一边感激地接过史利夫的绿宝石 史利夫把书放进书包 和朋友们出发了 一行人走出小镇 走进茂密的丛林中 史利夫边走边想 但愿他此行能拿到足够的钻石 回来还能从艾洛特那儿把麦子换回来 他生气了一口气 确实 他想去传说中的矿山一探究竟 但心底仍隐隐觉得矿山是不存在的 而他们正踏入一个陷阱 第三章 假藏宝图 一行人来到一片茂密的丛林 站在一条窄窄的小镜上 麦克斯指着左边说 藏宝图上说神殿就在这儿 一定是在树丛后面 亨利说 史利夫在麦克斯说的地方砍下几丛树叶 后面却什么也没有 我们就说这藏宝图是假的 麦克斯一语不发地研究着藏宝图 麦克斯确定是在左边吗 亨利问 麦克斯继续看着藏宝图 没有回答 亨利走到史利夫刚刚砍树叶的地方 透过头顶的树丛看去 说道 我好像看见什么东西了 大家跟上亨利 远远看去 他们认出那是一群台使 看上去像是座神殿 我就知道 麦克斯尖叫道 藏宝图是对的 只是比例看上去和食物稍微有点不一样 从藏宝图上看 神殿离我们现在的位置近多了 史利夫砍光树叶 辟出一条通向神殿的小路 他们走近了些 看到了入口 这绝对就是丛林神殿了 路西兴奋地说 但愿宝藏还在 我们是最先到达的 噓 凯拉提醒他 然后压低声音说 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突然 大家都停住了 他们听见有人在说话 我听见了 露西低声音了 但愿不是破坏者 大家四处查看 但没发现他们的踪影 看前面 麦克斯指着两个戴蓝色头盔的人 他们正朝神殿走去 露西赶紧提醒 噓 不过为时晚饮 那两个人正站在神殿旁边 麦克斯的大伞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你们是谁 其中一个人问 我们还想问你们呢 史利夫没好气地反问 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我是毕翠斯 这是查理 那人朝他们走来 麦克斯看到查理手上也有一份藏宝图 便问道 你们的藏宝图从哪里来的 不管你们的事 查理喊道 跟我们的藏宝图看起来好像 麦克斯顿了顿 说道 在你们的藏宝图上 神殿是不是也比实际上看上去近 比例是不是有点小 对啊 查理很吃惊 问道 你怎么知道 史利夫 可能你是对的 麦克斯说 这就是个陷阱 什么陷阱 毕翠斯问 能告诉我们 你们是从哪儿得到这张藏宝图的吗 麦克斯问 告诉他们吧 毕翠斯对查理说 查理说 我们是从一群探索者那儿拿到的 他们人很好 他们是叫兴奋探索者吗 麦克斯问 对啊 毕翠斯吃惊的大叫 我就说不该相信这份藏宝图 史利夫说 你们说什么呢 毕翠斯 糊涂了 他们人很好 还说他们没法自己去寻宝 就把藏宝图送给我们了 不是白送的 查理补充道 我们拿两颗钻石和一颗绿宝石换来的 就为了这么一张假藏宝图 麦克斯问 怎么了 你们是拿什么跟他们换的 麦克斯没回答 只是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进去看看到底是真是假 大家朝神殿走去 他们走下楼梯去找宝藏 一度上都没发现破坏者 大家绕过半线 拿出稿 想把藏宝箱挖出来 我觉得我们得拉起这根杆 查理说 别动 麦克斯大叫 但已经来不及了 查理已经拉动了拉杆 一支箭从空中划过 我中箭了 路西大叫 查理很愧疚 没想到这是个机关 真对不起 我只是个建筑工 不是寻宝猎人 没错 我们才是专业的寻宝猎人 你应该乖乖听我们的 亨利对他说 亨利 你游好点 行吗 路西则怪道 瞧瞧 我发现了什么 亨利笑了 他面前出现了两个大箱子 快打开 凯拉大叫 对 快看看里面是什么 查理走进那两个箱子 碧翠斯走到一个箱子边 却一不小心跌进了陷阱 喉咧 炸药爆炸的巨大响声传来 大家都会好吗 史蒂夫大叫 斯蒂夫大叫 四周一片寂静 第四章 偶遇亚当 你们都没事吧 史蒂夫又大声问 我没事 麦克斯大喊 天哪回应 史蒂夫 松口气 但是 查理和 碧翠斯不见了 路西立马说 天哪 他们被炸药炸死了 太早了 我真好奇 他们会在哪复活 消失的 不止他们呀 亨利指着宝箱 那两个藏宝箱 也在烟雾中 消失不见了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史蒂夫说 我也不知道 亨利目瞪口呆说 我就知道 不应该相信他们 史蒂夫一边躲步 一边说 麦克斯背着背包 突然大叫 藏宝图 他们把藏宝图也拿走了 什么 怎么会 史蒂夫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还明显 他们是老扒手了 亨利说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了 找到他 把藏宝图拿回来 史蒂夫对大家说 不过我们得先消灭那个骷髅 露西指着一个骷髅 他正从楼梯上走下来 咔 咔 骷髅拿着弓箭 瞄准史蒂夫 麦克斯跑了过去 给了他致命一击 干得漂亮 麦克斯 露西称赞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亨利很担心 他发现角落里还有一块炸药 我怀疑查理和碧 翠斯已经在神殿周围买满炸药 我们得赶紧撤 一行人跑出了神殿 回到丛林中 虽然没了藏宝图 但至少他们知道 此地不亦久留 我看到远处有个村子 凯拉指给其他人看 史蒂夫看到几家商店 旁边有一块农田 里面养着一群羊和一匹马 我看到了 我们过去吧 他们踏上黄色的草地 走进村庄 那里街道铺满了钥匙 要不要去肉店看看 露西问 我们得吃点东西了 不用 我的饱食度还够 你的肌肉还真管饱 亨利说 这时 这时 史蒂夫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走进图书馆 便朝门口跑去 史蒂夫 他的老朋友亚当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是来探险的 我 麦克斯 还有 亨利 凯拉 挺有意思 亚当说 亨利和其他人 见到老朋友 都高兴极了 跟着亚当一起走进图书馆 噓 图书馆的员提醒他们 图书馆里要保持安静 我们出去吧 亚当建议 他担心管理员会生气 临近黄昏 亚当决定邀请朋友们 去他家过夜 你什么时候搬来这个村子的 史蒂夫问 前一阵我采药时 偶然发现这个地方 这儿的人都很好相处 所以我就留了下来 亚当知道 托马斯呢 史蒂夫问 你居然会问起他 你不知道吗 我听说他搬回你们以前那个村子了 亚当答道 史蒂夫顿了顿 他还记得在小麦农场看到的那一片羊毛 但愿不是托马斯卷土重来 想毁掉他的农场 甚至整个村子 想到这里 史蒂夫都不想探险了 他想赶紧回家 看看一切是否平安 当然 他很想去寻找矿山 但不想为了这么一个 不知道是否存在的地方 毁掉自己辛苦劳动的成果 各位 史蒂夫对大家说 现在没有藏宝图了 要不我们回家吧 回家 不 我们会找到的 别担心 亨利试图说服史蒂夫继续冒险 但他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 亚当打断了他们 什么藏宝图 你们在说什么 我们本来有张藏宝图 想去矿山 卢西解释道 亚当的家里的陈设很简单 他走到壁炉边 打开箱子 拿出一张藏宝图 是这样的吗 麦克斯抓过亚当手里的藏宝图 研究起来 然后点点头说 就是这个 你从哪儿拿来的 前阵子村里来了几个探索者 他们拿着这张藏宝图换了些药水 我一直想去矿山 但没法一个人去 亚当越过麦克斯的肩膀 看着藏宝图 那么现在你不是单打独斗了 卢西说 我们和你一起去 是的 史蒂夫说 我们明早就走 亚当震惊极了 真不敢相信 矿山之旅居然梦想成真了 大家都睡下了 史蒂夫却还在想托马斯 想他可能会在镇子里做的坏事 他突然意识到 矿山他们是去定了 因为他需要尽可能多的钻石 来重建家园 史蒂夫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还梦见托马斯 炸掉了商店和房屋 没过多久 史蒂夫就醒了 从客厅传来奇怪的声音 听上去像门口有人 别动 史蒂夫一边对其他人说 一边穿上钻石盔甲 我去看看谁在门口 史蒂夫穿过亚当的客厅 原来是一个眼神空旷的僵尸 正把木门上的脚链扯下来 准备作战 史蒂夫召集大家 异形人穿上盔甲 冲到门口 史蒂夫挥起钻石剑 砍倒了僵尸 但是门外还有更多僵尸 朝他们靠近 麦斯朝僵尸放箭 其他人则举箭冲向僵尸 但僵尸大军看上去没完没了 史蒂夫和朋友们有些担心 他们恐怕毫无胜算 如果这时太阳升起来就好了 史蒂夫一边说 一边打倒一个僵尸 我觉得不太可能 亨利说着 一箭消灭了两个僵尸 看 就冰到了 露西说着 一片箭雨朝僵尸飞去 结束了这场可怕的噩梦 两个带着红头盔的人 朝史蒂夫一行人跑来 帮他们退了可怕的僵尸 终于 僵尸全被消灭了 凯拉问 你们是谁 我是欧文 这是我的朋友塞勒斯 他们是我邻居 亚当解释道 太阳即将升起 露西提议 和我们一起吃早餐吧 真感谢你们救了我们 僵尸还会攻击其他人 我们只是在保护这个村子 不用谢我们 塞勒斯说 不不 我们一定得谢谢你们 露西说 大家在亚当的农场 美餐了一顿 吃的是苹果土豆大餐 你们能帮我看家吗 亚当问两邻居 我马上要和朋友们出门 待出去一段时间 你要去哪儿 塞勒斯问 我们去逛山 露西告诉他们 我们本来是打算 和我们的两个朋友 查理和碧翠斯一起去的 他们有一张藏宝图 上面什么都有 塞勒斯说 露西不说话了 他没听错吧 查理和碧翠斯 可是偷宝藏的贼呀 加入我们吧 史蒂夫边说边看着 他的朋友们 搞不好你们在矿山 会再见面 大家都震惊极了 没想到史蒂夫 会邀请查理和碧翠斯的朋友 其实他是想通过塞勒斯和欧文找到查理和碧翠斯 然后抓住他们疑问究竟 为什么要偷藏宝图 而且史蒂夫明白 让潜在的敌人待在身边并不是坏事 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提防他们 你们有藏宝图吗 塞勒斯问 有 路上需要的各种东西我们一应计全 亨利说 把路上所需的装备准备齐全后 他们站在亚当的藏宝图边上 开始规划行程 看样子我们得穿过沼泽地 麦克斯说 但愿我们不会被史莱姆攻击 露西发自内心的祈祷 一行人踏上旅途 远方的地平线上沼泽地隐隐浮现 第五章 战士和女巫 夜幕渐渐降临 大家来到了沼泽地旁 天色渐沉 一轮明月升起 在夜空中洒下微弱的光亮 来找个地方避一避 史蒂夫环顾四周 打算先见个简单的七夕之地 凯拉收集了木板来帮忙 大家齐心协力建房子吧 一会儿咱们就安全了 大家分别找来能找到的东西 一起帮忙 突然 一只蝙蝠嗖地飞过 差点撞到史蒂夫 这可不妙 史蒂夫抬头看了看 咱们得找一个人放哨 怪物可能会出现 照我的经验 蝙蝠往往是女巫出现的照头 别担心 史蒂夫 亚当安慰道 他点燃火把 四处查看 这儿什么都没有 安心盖会儿吧 大家以最快的速度盖起了房子 马不停蹄地收集起了材料 真不敢相信 大家一举力 居然这么快 露西又拿来木板 是啊 凯拉也很开心 咱们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赛勒斯给房子装上门 欧文用羊毛和木板做好了床 大家快进来吧 欧文说 床快铺好了 搭完木板 房子终于完工了 大家立马进了屋 亚当呢 史蒂夫爬上床问道 他还在外面吧 塞勒斯说 我去找他 史蒂夫跟上塞勒斯 一起出门找亚当 没看见他 塞勒斯四处看看 开始担心了 还是穿上盔甲吧 不然在外面不安 两个人穿上钻石盔甲 塞勒斯带着他的红皮头盔 进入了沼泽区深处 他们艰难地沿着一条河前行 河水不深 但一片昏暗 鹅头两边开着百合花 这时 又一只蝙蝠撞到史蒂夫头上 亚当去哪了 塞勒斯越发担心起来 他能走多远呢 但愿他还活着 不然他会在家里复活 那样就去不成矿山了 他明明那么想去的 史蒂夫也担心亚当 不知道他是遇到了什么怪物 还是只是走太远迷路了 救命 突然有人大喊 是亚当 塞勒斯的喊 看 史蒂夫指着前面大叫 一个沼泽小屋 两人小跑过去 只见亚当正和女巫交战 女巫朝他泼药水 他的行动立马迟缓了 史蒂夫冲向女巫 挥起钻石剑 女巫拿起剩余的药水 泼向史蒂夫 我要不行了 亚当朝塞勒斯大喊 快跑亚当 塞勒斯大喊 但亚当无法动弹 塞勒斯射中了紫袍女巫 但他喝下药水 立马恢复了体力 拿起另一瓶力量强大的药水 正要对亚当泼过去 这时塞勒斯及时冲向女巫 用钻石剑刺中了他 而史蒂夫用他紧身的力气给出最后一击 消灭了女巫 史蒂夫把掉落的干扰剪了起来 亚当 你还好吗 史蒂夫问 塞勒斯给亚当一剂治疗药水 他一下子就喝完了 谢谢你们救了我 我现在觉得好多了 塞勒斯看着沼泽小屋说 但愿那里面没有别的女巫 这儿不安全 我们得赶紧回去 好好休息 明天还要赶路呢 大家一致同意 急忙赶了回去 眼看就要快到了 他们突然跳 扑通扑通扑通 什么声音 塞勒斯问 像是史莱姆 但我什么也没看见 史蒂夫知道那是史莱姆的弹跳声 他透过长满青苔的树干和甘蔗田四处查看 在那里 塞勒斯大喊 只见眼前有四个巨大的绿色史莱姆 正一跳一跳地靠近他们 亚当冲向那几只史莱姆 挥几箭 把其他两只劈成两半 可他们变成了四个 塞勒斯和史蒂夫用箭砍向那几只小史莱姆 消灭了他们 只剩下小小的年夜球 三人冲向剩下两只史莱姆 如法炮制 消灭了他们 终于可以回去了 史蒂夫边说边往门口走去 看着天色 塞勒斯皱皱眉 咱们来不及睡觉了 太阳升起来了 其他人正从睡梦中醒来 三人只好喝些药水提高生命值 以后总还有机会睡觉的 史莱夫安慰自己 路西走进客厅 和他们打招呼 你们昨天一整夜都在打怪 是啊 史蒂夫回答 哇 真了不起 你们是真正的战士 路西说 怪物身上都掉下些什么奖励 在女巫那儿捡到了甘蔗 在史蒂夫那儿捡到了年夜球 史蒂夫正说着 其他人走进了小小的客厅 你们打扮了女巫和史莱姆 哇 我居然就这么睡过去了 欧文说 大家都觉得史蒂夫 塞勒斯和亚当得好好吃一顿早餐 大家边吃着 麦克斯边研究藏宝图 看来咱们得上路了 麦克斯看着藏宝图说道 走哪条路 路西问 朝森林走吧 麦克斯说着 带领大家走进了森林 森林里到处是橡树 滑树 还有狼 第六章 重回夏界 这儿可真美 路西看着翠绿的树叶说 草地上的女儿们正吃着草 矿山就在森林前面 藏宝图上显示距离已经不远了 麦克斯盯着藏宝图 兴奋地说 我觉得天黑之前就能到 真的吗 太好了 凯拉也很兴奋 轰隆 什么声音 欧文的声音颤抖着 雨水哗哗地落下 麦克斯说 是雷声 天空中乌云密布 遮住了太阳 怪物们出动的时刻到了 橡树后面出现两个骷髅 朝一行人射箭 啊 路西的肩膀中箭了 她用另一只手拿起弓箭 瞄准骷髅 大家举起钻石箭冲向骷髅 但不管砍到多少 骷髅仍然源源不断地涌现 有僵尸 塞勒斯大喊 大家正和骷髅激战 又有一只僵尸兵团朝他们袭来 我有个注意 史蒂夫开始建传送门 对啊 去下界 亚当兴奋极了 我还没见过谁去下界会这么兴奋 欧文说 我来去更新补给 好好做些药水 用地域诱就能做好多呢 没时间闲聊了 史蒂夫大喊 亚当又看到一个骷髅 很好 大家继续 史蒂夫指挥大家 我来建传送门 史蒂夫启动传送门 紫色的烟雾声唐而起 遮蔽了天空 大家快看 史蒂夫朝朋友们大喊 快到门边来 你们还想困在这个阴雨绵绵 怪物似伏的林子里吗 大家冲向传送门 但凯拉却落了单 两个骷髅 三个僵尸正在围攻他 他大叫 救救我 可大家已经来到门边 几秒钟的功夫 他们就到了下界 这可怎么办 欧文惊魂未定 我们得去救凯拉 待在门边 史蒂夫指挥道 我去救凯拉 史蒂夫一人回到地面上 他举着钻石剑冲向凯拉 别担心 史蒂夫 他身后传来 麦克斯和亨利的声音 他们也上来帮他了 史蒂夫嘴上不说 但心里其实很高兴 朋友们能来帮他 三人冲向凯拉 和僵尸 骷髅 作战 战斗十分激烈 三人的血槽 也快空了 我们赢不了的 史蒂夫说 你们能不能再坚持会儿 我再见个传送门 我们尽力 凯拉大叫一声 杀死一个骷髅 他甚至没时间 捡掉下来的骨头 因为另一个僵尸 随他身后 史蒂夫用掉最后一块黑钥匙 进好了传送门 这是最后的机会 我没黑钥匙了 现在快撤 马上 见史蒂夫已启动了传送门 凯拉冲向史蒂夫 子物升起 传送门发出巨大的响声 他们马上就要跟朋友们会合了 会没事的 史蒂夫说着 只见眼前一片红光 他们来到了下界 旁边是岩浆瀑布 不 还早呢 麦克斯大叫 一阵刺耳声音穿透他的耳膜 火球朝他袭来 麦克斯掏出弓箭 射向火球 将他弹了回去 射中了一个白色的恶魔 干好 麦克斯 史蒂夫边夸他 边四处寻找失踪的朋友们 他们去哪了 亨利爬上一根立柱 朝一处看去 高处视野更好 看到他们了吗 凯拉问道 他呼唤着朋友的名字 但没有回应 没有 什么也没看见 亨利失望极了 看 亨利跳过岩浆池 指着前面 我看到要塞了 那儿肯定能找到他们 三人朝要塞跑去 入口就在眼前 这时 他们听见 叽叽的声音 这个不是鸟叫 麦克斯抬头望天 三个恶魔正朝他们飞来 拿好弓箭 亨利指挥道 我不是天气预报员 但我知道几秒后 我们即将迎来火球暴雨 麦克斯朝他们放箭 一个恶魔喷出火球 另外两个飞走了 他们害怕攻击 亨利说着 那件射中了火球 把火球给反弹了回去 快 咱们快进要塞 史蒂夫跑进入口 主房间里空无一人 他们会不会已经找到宝藏了 麦克斯问 路西 欧文 塞勒斯 亚当 史蒂夫大喊 但没人回答 但愿他们还在这 凯拉担心地说 万一他们已经被恶魂杀了 回主世界了怎么办 至少我们得试着找到宝藏 不然岂不是白来了 亨利边说边在药塞里寻找宝藏 凯拉站在楼梯边问 史蒂夫是不是地狱柚一般都长在这里 史蒂夫断向着楼梯边缘 只见灵魂杀里没有任何红色的地狱柚 没错 是这样 不过看起来他们应该已经被别人摘走了 肯定是亚当 他说过要拿地狱柚做药水的 凯拉希望朋友们还在这里 亨利路过拐角 突然大叫一声 哎哟 一个凋零骷髅用使剑刺中了亨利 亨利被凋零效果控制了 别怕 这一招只会持续十秒钟 史蒂夫吵大喊 史蒂夫吵大喊 麦克斯击中了宰着凋零的黑石 消灭了凋零骷髅 捡起头骨 亨利的凋零效果还没有完全退局 你还好吗 史蒂夫问 不知道 我知道怪怪的 亨利的血潮仍在下降 快喝这个药 麦克斯递给他一瓶能迅速恢复精力的药水 药 我听见有人刚才说药 说话的是亚当 大家一起走了进来 你们发现宝藏了吗 亨利问 没有 我觉得这地方已经被洗劫一空了 塞罗斯打到 我倒是找到了一大堆做药水材料 亚当说 该回主世界了 我不想再待在下界了 这儿太危险 也没什么收获 史蒂夫讨厌下界 之前建传送门是为了逃离那些僵尸和窟窿 现在他巴不得赶紧再见一个 回到地面世界 我们还有多余的黑钥匙做传送门吗 卡拉问 大家都停下脚步 翻着背包 看还有没有黑钥匙 大家快跑 亨利提醒 大家抬起头 不会吧 露西打叫 五个黄色的恋人同时飞进房间 他们的身体旋转着 像飘在水里一样柔软 身上冒着火 喷出三枚火球 瞬间将所有人包围在火海中 第七章 荣耀之光 我有雪球 麦克斯叫来朋友们 拼命地朝怪物们扔雪球 我也有 卡拉把雪球递给大家 但想打败这些喷火的怪物 光用雪球还不够 得找到怪龙 赛勒斯拿着一个雪球 朝烈焰人跑去 把他撞倒在地 他飞快地跑过大厅 寻找刷怪龙的房间 其他人继续扔雪球灭火 并朝那些可怕的怪物放箭 找到刷怪龙了 赛勒斯喊 很好 我们的雪球也快用完了 麦克斯大叫 没戏了 亨利叹气 就算萨勒斯能破坏刷怪龙 咱们也没戏了 别轻易放弃 施蒂夫说 我有个计划 麦克斯的雪球扔完了 你们还有雪球吗 没了 施蒂夫把隐形药水递给大家 每个人喝了一大口 所有人立马不见了 猎人不知道目标去哪了 一下子懵了 他们总不能超空气扔火球吧 大家立马冲向塞勒斯 帮他破坏刷怪龙 塞勒斯 欧文大叫 不输所料 塞勒斯迅速被一个火球击中 消灭了 不要啊 卢西哭喊着 亚当把防火药水 喷向凶狠的烈烟人 麦克斯朝他们放箭 亨利趁机靠近刷柜龙 在旁边垒上碗 史蒂夫在方块上放上火把 成功了 史蒂夫大叫 刷柜龙被摧毁了 但塞勒斯也不在了 欧文难过地说 我们也要回主世界 大家看看黑钥匙还有多少 史蒂夫补充道 所有的黑钥匙加在一起 刚好构建一个传送门 他们走出要塞 却停住了脚步 他们看见一双跳动的黄眼睛 一只黑色的银浆怪 跳到麦克斯面前 亨利的钻石剑散发着强光 他击退了怪物 保护了朋友们 和之前的史莱姆一样 岩浆怪没死 却分裂成四个小方块 大家一起消灭了他们 岩浆怪身上掉下了岩浆膏 史蒂夫捡起岩浆膏 递给亚当 拿着 这个可以用来做防火药水 亚当把岩绒膏放进包里 大家一起跑出要塞 他们走在用地狱岩建造的路上 想找个地方建传送门回主世界 指一个僵尸猪人从他们身边走过 不过他们一般都是被驯化的 大家就没在意 但史蒂夫一不小心用碎石和铁块点燃了箭 这只火箭飞过僵尸猪人 他吓了一跳 开始攻击史蒂夫 越来越多的僵尸猪人出现 包围住了他们 这可怎么办 卢西拿出钻石剑 却没对僵尸猪人斗手 大家赶紧离开这儿 亚当大叫 递给大家一瓶速解药水 瞬间 大家飞快地撤退 来到一座桥前 越过一条宽阔的岩浆河 安全了 卢西长输一口气 但传送门不在这儿 所有的黑钥匙都在刚才那个地方 现在咱们被困在下界了 史蒂夫精疲力尽地说 得回到传送门呢 我想回主世界找塞勒斯 欧文的情绪很低落 大家都累坏了 史蒂夫、麦克斯和亨利 已经几天没合眼了 下界之战中 大家又元气大伤 他们的耐心正在耗尽 矛盾的苗头在几人之间酝酿 带再找点黑钥匙 麦克斯提 我干嘛飞来到下界来 史蒂夫 都怪你 欧文说 矿山之行简直是场噩梦 都不知道那地方是真实角 凯拉抱怨道 别吵了 史蒂夫大叫 他并不喜欢高声说话 但不这样的话 大家还会继续吵下去 如果不团结 他们永远都出不去 你有计划吗 麦克斯问 大家这么吵 我怎么想计划 史蒂夫说 大家面面相许 史蒂夫说得对 他们静静坐了下来 却听见身后传来什么声音 欧文跑去 大叫 查理 毕利斯 那两人很震惊 没想到还会再碰到这一星人 你们偷了我们的宝藏 亨利举起见 指向查理和毕翠斯 放下亨利 你在说什么呢 这是我的朋友 欧文便解道 我们没有偷宝藏 我们死的时候 你们也没救我们 毕翠斯说 你们怎么会再下见 史蒂夫问 他并不相信他们 史蒂夫对他们在这里出现 表示很怀疑 我们来寻宝 查理回答 我们正打算回主世界 太好了 我们也要回去 但没有黑钥匙了 欧文解释道 我们可不想带着你的新朋友们一起 查理盯着史蒂夫说 在丛林神殿 我们被炸死的时候 他们可是在袖手旁观 但你们偷了宝藏 亨利气得大叫 史蒂夫明白 要想回到主世界 他俩是唯一的希望 如果不跟他们和好 大家恐怕不得不去 末路之地找黑钥匙 但他们已经无力于 莫永龙战斗 史蒂夫只得放低姿态 向他们道歉 对不起 让你们失望了 我们并不想伤害你们 也不知道你们是否拿了宝藏 只知道你们一消失 宝藏和藏袍图也跟着不见了 我们没有恶意 只是想回家 碧翠斯看看查理 笑了 好吧 你们可以用我们的传送门 你们要和我们一起去矿山吗 欧文问 回去找塞勒斯 我们就继续出发 史蒂夫有点烦欧文 他不敢相信 欧文居然这么相信 他这两个朋友 史蒂夫能看出来 他们正在策划什么阴谋 好啊 我们愿意加入 碧翠斯看着欧文说 你的朋友史蒂夫知道的 我们正打算去那 他们说矿山的钻石 多得能填满整个主世界 欧文说 很好 大家都有份了 碧翠斯拿出黑钥匙 说着就做好了传送门 史蒂夫和朋友们 以最快的速度 跳进了传送门 他们不相信查理和碧翠斯 搞不好他俩会突然改变主意 把他们丢在下界不管 此物升起 史蒂夫很开心 能重新回到地面 但同时 他也担心到了矿山之后的事 谁知道这两个人 还会从他们这儿偷走什么呢 第八章 井下要塞 我们在沙漠里 露西放眼望去 眼里只有漫漫黄沙 麦克斯 看看藏宝图 咱们现在在哪儿 还有多远道 史蒂夫说 查理拿出藏宝图 问道 你们拿到新的了 史蒂夫愣住了 查理这么说 意思是承认偷藏宝图的事了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丢了藏宝图 在丛林的时候 麦克斯把藏宝图弄丢了 我本来打算还给他的 可后来我们就死了 查理把藏宝图还给了麦克斯 我也有藏宝图 亚当补充道 我们一路上就是靠他的 查理和麦克斯把三张图放在一起 研究起来 想看看三份是不是都一样 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麦克斯图定地说 到底有多少藏宝图 我们这儿都有三张了 可不好外面一模一样的藏宝图 正满天飞呢 等我们到矿山 宝藏估计早就被人拿光了 露西说道 大家起身 看上麦克斯和查理的步伐 准备出发去矿山 可史蒂夫却在看书 史蒂夫 你在看什么呢 凯拉问 这书里讲了矿山的事 艾弗利给我的 可能有用 史蒂夫捧着书说 没时间看书了 衡里抱怨的 待赶紧赶路 可书上说 矿山里的钻石会不断自动更新 也就是说 钻石不会少 史蒂夫边看书边说 咱们不用着急 找到矿山要紧 看啊 欧文突然大叫一声 朝前跑去 小心 露西提醒道 那儿有个仙人掌 别被扎伤了 一些人朝欧文跑去 看到一口沙漠之井 我就知道 欧文兴奋极了 这是沙漠之井 我以前从没见过 太棒了 欧文低头看着蓝色的井水和井边的沙石 凯拉打量着沙漠之井 问道 这是干什么用的 欧文端详着井水 说道 我也不知道 供水用的吧 亨利朝井 你看了一眼 说 井底下有个要塞 咱们下去看看 史蒂夫不太想下去 去要塞没问题 但我不想去末路之地 那儿还有梦影龙 我可打不动了 已经来不及了 大家都没听史蒂夫的话 纷纷爬下井 朝要塞走去 看着房间 真棒 欧文走进一间房 里面有立柱 还有一座大喷泉 小心 史蒂夫大叫 一只长着黑眼睛的灰虫子 正爬向欧文 麦克斯冲向虫子 拔剑两下消灭了它 是杜虫 咱们得小心 药塞经常出现这种东西 这里面不知道 还有多少这种虫子 说得没错 卢西颤抖着说 看 一大群 隐灰色的渡虫 在沙地上爬行 把几人团团围住 欧文跳上立柱 躲避虫子的攻击 这下怎么办 凯拉抽出剑 击退几只 但更多虫子 还在源源不断地爬进来 亨利掏出一块炸药 你想干什么 凯拉问 他可不想在这儿引爆炸药 我们可以顺着立柱 爬上螺旋梯 等我们上去了 我就引爆炸药 亨利对大家说 欧文已经开始行动 他一边爬 一边挥动着手里的剑 我被咬了 凯拉一边大叫 一边拿剑击退虫子 别怕 我有药水 我可以帮你恢复生命值 亚当安慰卡拉说 时间紧迫 他们得保持镇定 终于 大家都爬上楼梯 进入一间宽敞的图书室 亨利点燃炸药 整个喷泉室都被引爆了 呼咙 爆炸 撼动了整个房间 亨利 查看着房间里的遗留物 看上去 杜虫都消失了 希望刷怪龙也一起被炸毁了 这些虫子 别再出现了 凯拉在 要塞的图书室里 四处搜寻 这儿有没有 关于矿山的书 房间里布满蜘蛛网 堆满箱子 凯拉在布满灰尘的书架上翻找着 上面都是皮质封面的书 大家也都帮着在书架上翻找 突然 亨利大叫 大家快看 这儿有个储藏室 里面有好多箱子 大家连忙跑去 七手八脚的开箱子 感觉好像过生日啊 露西像穿礼物盒一样 兴奋的打开箱子 里面都装了什么呢 露西的箱子里装满了有趣的书 大家赶紧围过去 一本一本的查看 棒极了 我们可以用这些加强武器 史蒂夫边翻书边说 史蒂夫 快把你的箱子打开 露西说 史蒂夫小心翼翼的打开箱子 里面全是苹果 我们现在就吃了吧 史蒂夫和朋友们一起把苹果给翻了 大家一边大块朵仪 一边开箱子 箱子里应有尽有 铁稿啦 金砖啦 大家一起分享着箱子里的东西 可 薛比斯和查理却不愿这么做 我们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要分 查理问道 因为我们是一起探险啊 麦克斯回答 大家一边分着战略品 一边收拾背包 史蒂夫看着这些东西 惊叹道 这太棒了 你之前还不想来要赛呢 亨利调侃他 嘿 我只是不想来陌路之地而已 史蒂夫辩解道 说起陌路之地 我们要怎么从这儿出去 凯拉问 要先去陌路之地吗 轰隆 什么声音 查理问 可能还有其他人也在打肚虫 是苦力怕 卢西大叫着 一只绿色的苦力怕 不知什么时候潜入了储藏室 在两个人之内 重途 MD simply 20